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欺负你怎么办 有人说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 这话说那边没毛病 重归重语 但是说别人 假如说 你正在家呆着呢 有一会儿强盗 入室抢劫 就想抢你 这个时候法律 源水解不了进口啊 能说拿啥人啊 那就是那干什么吧 束手就勤吧 要啥给他啥吧 随便拿随便拿 只要不伤及我性命就行 有的时候 你要是越这么想 他越伤及你性命 就是说啥呢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况 唯一的做法就是反抗 我说反抗不行啊反抗他要我命啊 你不反抗他就不要你命了 唯一的能够有生存机会的 就是反抗 反抗有可能你还已经生了呢 假如说你一家伤口 来了两个强盗 你怎么就是认为你就打不过他呢 是不是 你必须反抗 面对强盗 唯一做出的正确选择就是反抗 之所以强盗敢这么猖狂 敢来抢你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都不反抗 啊 就像说经常有这个 不能说经常啊偶尔吧 你要说用经常的就夸张了 就说假如说 啊那是以前现在几乎是没有啊 以前在我小时候 就有这样的新闻啊 就是我听我那同事都亲身都闹过这事 他们就亲身经历过这事啊 那不是编故事啊 又啥事呢 他坐客车出门 那客车呢 一下乘客基本上都买来 得24号人说是那大客车 然后呢这时候你上来两个 啊 就是说面目争鸣啊 雄雄极恶的 歹徒 你说白了也就是强盗的 啊 套着不要招 啊 都把钱套着都把钱套着 赶紧的 这时候呢 一车人没有一个人反抗 都把钱套着 啊 他们呢 收完这钱之后 扬长而去 你说他能是第一次抓吗 那可能是屡屡抓屡屡得手 啊屡屡得手 然后呢 哎 就 完事了呗 又走了呗 哎他就以为 这些人呢 只要我用刀一向他们 哎他们就乖乖交钱了 没有一个人反抗 无论说 我说进到别人家里去抢 还是得这个车上去抢 哎 就 哎 这是人和人之间啊 你不反抗 他就抢你 他就欺负你啊 有的呢 强盗呢 还算讲点武德的呢 哎不要你命 只要你钱啊 只劫柴 不要命 啊 他那么多人 但是你又说你要遇到这个入户抢劫的啊 当然呢现在这个入户抢劫这个事呢 几乎是绝技的啊 因为各个小区 或者说各个单元门 他强盗他也打不开呀是不是 他也没有那钥匙是不是 现在的安全措施做的比较好啊 社会治安的比较好 那是以前 啊 咱们呢 唠了半天呢 这只是个影子啊 我说的是啥呢 就是说 咱就还 还唠到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情节啊 那个俄罗斯 就来抢你来的 来杀你来的 啊 来夺你来的 啊 无论你说出什么理由 你上人家的土地上 把军队开到人家的土地上 你就是 企略啊 就是抢你的地盘去了 是不是啊 哎 还什么北约东库这个那情吧 说啥呢 你说那些都站不住脚 就这么呢 啊 你俄罗斯 就是闯进人家乌克兰的一个强盗啊 面对强盗 那乌克兰人民 事实反抗啊 事实不宠啊 说白了不宠你啊 你要你要强暴我 我不宠你 啊 最后 哎 获得了这个北约国家的资源啊 那你最后 怎么样呢 哎 扛住了 这个俄罗斯啊 他就 想当然的认为啊 只要我大军网国一开 就是说三天五天之内啊 顶多十天八月 我就把你拿下了啊 你就彻底臣服了 俄罗斯以为啊 他那个 泽连斯基是一个演员出身 有可能的 他不敢打仗啊 我们的军队往后一开 他吓得望空而逃 然后他那群龙无首 然后我们的 大军呢 受到乌克兰人民的热烈欢迎 啊 捧着鲜花 啊 举着 小琴啊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俄罗斯大军 怎么那么地点啊 他呢 以为他会受到热烈欢迎 以那个 解放者的姿态 去解放乌克兰人民 实际上啊 都是鬼扯 都是瞎扯 啊 乌克兰人也没欢迎他啊 就跟他干了 你是来抢我那的 我还欢迎你 那是说打不过了 实在打不过了 屈服了 眼睛那么地了 也没有屈服啊 照理说呀 这个乌克兰 他是打不过这个俄罗斯的啊 俄罗斯呢 他也是这么想的 啊 他认为他打过他 然后呢 他就把大军就开过去 但是他反抗了 反抗的后果 哎 还坚持住了啊 这个东西呢 这玩意就是说啥呢 面对强盗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 面对别人要欺负你 要来抢你 那就得跟他干啊 实在干不过了 再说干不过了 你不能一开始就束手就擒 乖乖的给人家跪下了 投降了 那你就是 如果 咱就说的什么话 当俄罗斯大军 刚往这个乌克兰 进军的时候 那么如果乌克兰的那个 一把手 就是小车 德雷斯基 他就乖乖的啊 这样的投降了啊 你别打我了 那么也就没有后边的这个北约的资源了啊 人你得先自强着 别人才能帮助你啊 你自己 没刚没气的 白白啊 就说当你 俄罗斯大军往过一开动的时候 你开过来的时候 你先要挺住啊 不管你怎么打你你挺住 啊挺住了 这个美国 北约这些国家一看哎呀行啊 乌克兰真能跟他斗上一斗啊 这么 啊 提供你武器啊 居然 啊援助你 你自己不行谁援助你啊 那当年咱们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不也是这个局面吗 一开始的时候 谁援助咱们呢 谁帮助咱们呢 咱们不还是自己就是在这 咬牙挺着吗 是啊哎 即使是打不过 武器没人先进啊 各种装备啥的都没人先进 我们用人命铁 我们也得 顶住啊 丢了东北 不要紧撤 丢了华为 华东 丢了华中 最后撤到大西南 一直坚持咬牙挺着 最后呢挺来了什么转机 然后呢 我们得到了国际上一些友好国家的援助 确实 你就说乌克兰他也是 面对这个穷凶极固的俄罗斯 那他怎么办呢 其实啊 有些人就说 哎呀你要说乌克兰怎么什么的 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去说话 那你就是什么亲美的啊 你这么分析问题啊就不对 我们谁也不亲 你也不用挺俄 你也不用挺乌 我们中立啊 有人说那你不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要败了的话 那个北约不就是把俄罗斯给肢解了 下一个目标不就是我们吗 你那么想问题吧 有一定道理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他也不会败 啊 乌克兰呢也不一定胜 就是僵持着的人 最终呢他还得和谈啊 就是这么回事 你也不用说支持 你支持谁有个毛用啊 是不是啊你也就是嘴上打点嘴炮 是不是哎 但是严谨乌克兰这个国家 这个哲雷斯基这个总统 面对外敌的入侵 那你俄罗斯打我你就是入侵的 那人家反抗还有什么不对的呢 是不是哎 所以说 你啊 不用说站在谁的立场啊 你俄罗斯打人家乌克兰 那人家还不行你反抗吗 还得非得啊 有人说那哲雷斯基 把他的国家带入深重的灾难 那人家哲雷斯基也没干啥呀 你这个俄罗斯咔咔的军队就开到我的国土上来来揍我来 眼前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是不是啊 哎 最起码这个哲雷斯基他没有主动说的去打俄罗斯 俄罗斯 完了才打的他 而是你俄罗斯先身的手 你说玩 发生战争你不得考虑一下谁是先身的手吗 是不是啊 哎 虽然说现在他们两个属于战争状态 但是你看看那个战争在在谁的国土上打呢 不在乌克兰的国土上打吗 你说你俄罗斯是自卫 你自卫到人家的领土上去了 这玩意有点说 这个道理有点说不通吗 虽然说对吧 有些网友啊 咱们这个国内的有些网友啊 说俄罗斯胜了对咱们有利 但是啊 你这个事你心里有数就行 你不能说出来 你在道义上他站不住脚啊 咱们在国家层面上也没敢说 就支持这个俄罗斯 那能支持他吗 那支持不了 那玩意你毕竟你把军队开到人家领土上 那玩意 你那这么讲的话那不行 所以说啊 这个俄乌冲突呢 还得切 切打一会儿啊 就是说呢 这个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这个 什么呢 他挺路了挺路了第一波 然后呢 他有后面这些事情啊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对我们个人的启发就是什么呢 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尽最大的能力 反抗啊 必须反抗啊 你要是说束手就擒 他也不一定就饶不过你 就是这样啊 即使我们打不过他 我们最终 身死国灭 我们也要让他付出一定的代价啊 或许有一线生机 就是这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也是 面对强盗 讲出来抢我来了 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性 但是也要尽最大的限度 啊 做最后的奋力一抹 哪管你咬他一口啊 给他咬了 咬掉他的手指盖 咬掉他身上的一块肉 啊 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打过他 最后被他给干什么了 那么我们 也要反抗 也要让他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样就是 你面对强盗 面对侵略者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正确的做法 啊 要有血性 要有肝 要有智 啊 别唯唯诺诺的 这个社会也好 就是国与国与之间也好 人与人与之间也好 你越软弱 他越区分你 就是这样 哎 你怕什么啊呀 毛大金就他妈一死呗 他他妈这也怕那也怕 完足了 你要是这种怕 我跟你说人和人之间也好 国与国之间也好 你越怕他越欺负你 就是这样 你现在已经折连斯基 怎么呢 我打不过你 我也跟你干了 最终啊 这些国家一看 你小折行呢 啊 行 支持你 干 跟他干 你这么的啊 你要自己不行 谁帮你 帮你 我能得到什么 如果你三下五出二 就被俄罗斯给拿下了 你就直接跪了 直接投降了 最终美国那些 国家能帮你吗 可能帮你吗 哎 所以说 这个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啥呢 打不过也要打 啊 不要软弱 不要怕 怕个毛啊 是不是 就这么回事吧 好了 就聊了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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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